第158集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冲动,他没恶意 我带他,让师父看看,你别伤害他 我急忙慌张地跟权解释着 权这下才抬起头,又看了看童谣 然后才一下转过身朝着上面茅屋跑去了 而童谣吓得身子都软了,扶在我的身上 我赶紧摸了摸他脸,说 别怕,别怕,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 说完之后,我就让张兴宇帮我扶着他 最后走到茅屋跟前 谢大师当时是在屋子里的 不知道斗舞什么呢 我叫了一声师父他就走出来了 然后他看了看童谣,似乎什么都明白 笑了笑,说 哎呀,超群啊,你这福气不小啊 得了个好宝贝 我当然明白他嘴里说的好宝贝就是狐狸精 这话马九爷也说过 可我怎么就没觉得是我的福气呢 这刚刚都把我吓得半死了 师父,你看这事怎么闹我,我赶忙问 我看,谢大师反问我一句 最后笑了笑说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 人家铁了心要跟你,命都不要了 这是什么?谢大师说着指了指犬 然后又指了指声声,说这又是什么? 这都是他的致命客行 可他还是跟你上来了 这份情你这辈子能还得起吗? 谢大师这话说完,我是彻底杀眼了 心想是他自愿这么对我,又不是我逼他 这下该怎么办? 难道他爱我我就得收留他? 再说了,就算收留他也不能一直寄存在童谣身体内吧 师父,那你说这下该咋办呢? 他不能一直附在他体内吧? 那当然不能了 但这种事急躁不得,得慢慢来 对,外人想帮他也是没多大用处的 关键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他自己的造化? 那如果他这修为一直上不去 那不就一直附在他体内了? 有没有办法让他提早出来 或者让他附到别的东西上啊? 有啊 那你不怕他魂飞湮灭的话 我这儿倒是有个法子 谢大师干脆地说 啊?魂飞湮灭? 我惊讶地问 啊,成功的几率参判 看你怎么选择了 或者看他怎么选择 谢大师说完 我看了看童谣 他的神色尽是惊恐 我想着他应该会摇头或者求我不要 可是他并没有 只是抓着我的胳膊的手又紧了 不了 师父 我还是等他自己修成正果吧 想了想 我觉得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咱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白虎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 我能不感动 嗯,算我没看错你 没什么事儿 你就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这马上就要到清明节了 对你来说可是历练的好机会 清明节? 我一愣 不过马上想了想 也确实 没几天就要清明了 那清明不就是上坟扫墓吗? 既然跟墓地有关节 那肯定不干净的东西会多 嗯,清明节那天各地坟头鬼魂聚落 多数冤魂利鬼 还有一种食鬼兽叫刺修 他们肯定也会出来吃鬼的 这可是个好机会 你得抓紧修炼 谢大师说着往屋子走去了 我道的生别随后就领着童谣和张兴雨下山了 是要在哪里 后来说那一天 都是小觉 s专层的 自己的人 你一定会发现 就是你的感觉